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凌兹 今年十岁 妈妈叫什么名字 侯岳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阎伯叔叔 阎伯叔叔 我们请阎伯叔叔先休息一下 我们跟他们母子俩聊一下 有多久没见妈妈了 我也没算过 你算算吧 那掐指头算 大概有多久没见妈妈 问你我不知道多少天 不知道啊 那你想他吗 想啊 想什么 那妈妈不陪你 不在你身边 难道你心里不恨他呀 啊 你知道妈妈在干什么吗 在工作 在工作 她工作是为了什么呀 赚钱 赚钱是为了什么呀 给我治病 你每天身体舒服吗 啊 按摩很疼 按摩很疼是吧 她刚才说的那个没见 是大概多久了 几个月 一个多月吧 所以这就是让人很矛盾的地方 你平时会跟孩子这么谈心吗 你就可以视频啊 视频都很少 她甚至都把我们家请的阿姨 当成自己的最亲的人 阿姨好还是妈妈好 不管怎么样 还是觉得妈妈好 哦 不管怎么样 还是觉得妈妈好 应该跟妈妈说什么呀 妈妈我爱你 如果开始就能看见幸福 要不要玩 现在我们通过女嘉宾的一幅画 来分析女嘉宾的心理状态 首先她画的画非常的丰满 左边画的是孩子的康复的医疗机构 右边画的是她的办公室 是一个直播室 充分地显示出 这位女嘉宾是一个女强人 事业行人 但是在做事业的同时呢 她又非常的牵挂自己的孩子 因为孩子的身体不好 需要不断地康复 充分投射出 她目前在事业和家庭当中难以取舍 但是有一条路通向这儿 并且呢一家三口人 在办公和康复的地方 说明她最后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来祝贺这个女嘉宾 妈妈赚钱还是回来陪你 你选一个 陪我 陪你是吧 那她要是陪你的话 她就挣不到钱了呀 她就乱w 在这儿啊 他们爱上说 你 deep RELEAS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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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教育基金 给到您 谢谢 我们五居五术品牌呢 是致力于传播美好生活的 一个旅游住宿品牌 那么我也是非常热衷于公益的 如果你真的把这所学校 创办起来的话 我愿意奉献一份我的力量 跟你一起去参与到 这种公益行动中来 好吗 针对这次活动呢 我也小小地表达一下 我的心意 为你的这份爱心 捐助五千元 好吗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华中医疗集团 医疗的板块 可以给予您一些 完全流程上的一些帮助 包括国内的一些 康复理疗专家资源的一些对接 在这里我也想跟宝宝说两句话 妈妈在外边打拼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就像一个战士一样 他如果手握尖刀 他就没有办法去拥抱你 如果放下尖刀 他就没有办法保护你 所以我希望你理解妈妈 同时呢 我也助力基金五千元 希望能够在创业的这个道路上 给予您一定的帮助 谢谢